每个人都会同意 痛是人类普遍的经验 我们现在知道 痛是百分之一百来自个脑 这个包括所有的痛 无论痛成什么 剧痛、忍痛、强烈或轻微的痛 无论你痛了多久 可能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这些叫急性疼痛 是普遍组织损伤都会有的 好像腰背伤或扭伸脚 通常来说都会鼓励你保持活跃 然后慢慢做回以前正常做开的事 包括工作 或者你已经痛了三个月 或者更久一点 这种痛通常就叫持续性 或者是慢性疼痛 因为在这种的痛 组织损伤不是主要的问题 但是有件事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当有人告诉你 你有慢性疼痛的时候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最好呢 对了 在澳洲 慢性疼痛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五个人当中 就会有一个 个脑在不停地制造痛 就算是身体组织好了 没有了危险之后 都还觉得痛 那就一点都不爽了 有些人说 感觉上好像还是有些事情不妥 但是就是这样的了 一旦所有危险都排除了 医疗专家就会解释说 身体大部分的东西 在三至六个月之内 就会好起来 就是这样 持续的疼痛是由个脑制造出来的 比较少是关于身体结构变化的事 反而是与神经系统敏感度有关多些 换句话说 这件事是更加复杂 所以要试下搞清楚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就要重新训练过过脑 和过神经系统 做这件事 有一个方法是有帮助的 就是看全部影响神经系统的东西 和可能引起个别疼痛经验的东西 什么会有帮助呢 就是从广阔的角度 来到看惯性痛 拥有组织架构的方法和计划 就很少会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了 我们从医药方面开始 首先 食药是有帮助 但是只是有限度 要重新训练过脑 就需要更加主动的方法 所以食药顶住才是OK的 然后大多数情况之下 慢慢逐減减 直至停止 有些人也会以为做手术就搞定了 但是当你遇到一些好像慢性疼痛那么复杂的问题 手术就未必有帮助了 那么如果你考虑做手术 最好就是找多一个医生的意见 还有记住考虑全部的东西 接着会有帮助的 是想一下你的思想和情感 会怎样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 痛真是会打击人的生命的 这件事会大大影响你的情绪和压力水平 所有那些思想和训练 也都是老的冲动 但是你可以学习一些方法来减压 和放松神经系统 那么对你的心灵健康会有帮助 还可以减低痛楚 第三个要考虑的范围 就是饮食和生活方式 原来现在发现 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可能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们吃的东西 和我们怎么样生活 真是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敏感的神经系统 看一下那些比如是吸烟 营养 饮酒 活动水平的东西 和看到是不是有些问题 就是一个很开始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计划里面的 然后有一样很值得去做的 就是更深一层探索一下痛的意义 和围绕着个人的故事 差不多在痛开始发展的时候 退一步去看看所有发生过的事 很多痛的人都能够看到一些有用的联系 就是在一段生命里面 令人担忧的时刻 和越来越差的痛的画面 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对很多人来说 意识到深层的情感 可以说是好返的过程中的一部分 最后 但是绝对不是说最不重要 就是身体活动和功能 从脑的角度来说 做运动的时候 从舒适水平开始 不用怕 那么脑就不会因为痛 而发出保护令 就是最好的了 你会慢慢恢复你身体的组织 所以总括来说 痛是来自脑 而脑也可以重新训练的 当你从整个人 和广阔的角度来看痛 就会有很多机会去开始的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找人帮下手 锁定一个目标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